各位好,我们闲话少叙,书接上文 唐僧师徒四人,到达西天,拜佛求精 最后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正果 脱去了这个肉体,凡胎 成就了金身果位 或者做罗汉 或者成就佛果位 总之啊,是功德圆满 最后啊,舍弃掉了这个紫金的钵鱼 一来啊,这个各种宗教 各种法门的传播 是需要财物 另外作为传法的人啊 如果最终不舍掉这最后的一点 妄念的话,也是无法成就果位 抛开这个钵鱼啊,不管它是紫金 还是黄金的质地 本身的价值之外啊 他这个去化缘啊 去取得食物的这一个功能 对于师徒四人 也都是没有作用的了 因为将来 他们享受到的 是四方的供养 所以说 也就不再需要去化缘 另外这个物质的啊 有实体的这种食物 他们因为按照现在话说呢 在另外一个空间了啊 在四维五维或者七维八维以上 那么这个三维空间里的物质呢 他们就取其灵气就可以了 就像这个烧香 神之啊 上供是人吃 一个道理 所以呢 历尽苦难 取得了真经 就是摩科加社给予的无字经书 这也是后来啊 广传中国的禅宗的出组 摩科加社 与第二组阿难使者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 要传给你无字的经书呢 因为这个禅宗主张啊 就是不利文字 因为你不管是圣经也好 古兰经也好 各种佛经也好 从他被书写出来的那一刻 到后来口耳相传过程中 总会出现谬 总会出现与原教旨主义相悖的 因为眼下的利益 而背弃原教旨主义的信徒 在涂抹 修改 胡乱解释一通 所以呢 这就是禅宗 高明的地方 不利文字 但是后来啊 在俯传 东方的时候啊 达摩有一句话 虽然说是不利文字 但不利二字 恰恰又是文字 所以呢 要成就啊 这个今生 正果 一般的人啊 是很难做到 虽然这个 我们是赤条条来啊 赤条条去 每个人啊 临终都是啊 双手攥着空空的拳头离去 但是呢 大部分人 临终还是不断的想要抓住这个世界 人无百岁忧 人无百年寿 是常怀千年忧啊 或者担心儿女 或者担心财物 或者呢 就是担心 明天 医生 不再给自己用药啊 或者谁谁来断掉自己的氧气 其实啊 人生 就是 一幕一幕的 戏剧 我们 我们在红尘之中啊 起起伏伏 高高 低低 有逆境 有逆境的时候 也有 顺境的时候 老天爷啊 是不会饿死 这个瞎家桥的 麻雀 也好 苍蝇 也好 上帝啊 都会给你安排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合理的生存下去 人与人之间呢 自然 上帝 上天 给予的机会 也是同样 只不过呢 有的人 在高低 起伏之中 抓住了机会 有的人呢 在机会逝去之后啊 才恍然大悟 而有的人呢 一生之中 都是懵懵懂懂 但 你说聪明啊 好呢 还是糊涂 好呢 这个 过去 有一首古诗嘛 说是这个 人人啊 生子 妄聪明 但是诗的作者呢 却被聪明啊 悟一生 所以 理解到这个 人生的真谛之后啊 唯愿 生子 淤且鲁 无灾 无难 道公轻 自己呢 空怀抱负 聪明至极 但是一生 却又 欲愿 不得志 而满官 朝堂之上的 公亲 大夫们 一个个 表面上看起来 又傻 又 不愚 却是 无灾 无难 富贵 一生 那么 面对这样的人生 到底是 明白好呢 还是 糊涂好呢 所以啊 奉劝 诸位 早早的 看破 红尘 早早的呢 在 酒色 才气中 啊 不要 沉迷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脱离 但也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种一夜 暴富 也不用相信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道路 过一个正常人的日子 平平安安的过一生 比什么样的财富 名誉 地位 都要 宝贵 好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再讲